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选择热爱生活 你想成为一个英雄吗 学法律可不是一个头皮被法条 我们除了面对法律条文 更多的是面对实际案例 面对生活本身 在案例研习课上 大家都分成小班 每节课一起讨论一个案例 还经常有真正的律师带来真实案件 我们以公诉人或辩护人的身份 向他们做报告 案例课的考试堪称史诗级战斗 你可以在校园里任何地方 借助手边能找到的任何资料 参加这场考试 刑法老师还会把案例 编写成最悲情 最巧合 最攻斗 最史诗的电影剧本 帮你掌握知识点 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 has provided me with a platform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nd Chinese Law 我们有很多全英文课程 原汁原味地介绍英美法系的知识 还有Global and Comparative Law 这样的系列课程 让我们能从比较法和全球化的角度去探索法学 学院的全球教习计划 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20位全球重量级的法学教授 会亲自给我们开设国际经验法律课程 在模拟法庭实讯课上 我们用英文针锋鸡变 在国际模拟法庭各大赛场上 都有北大法律人的风采 在法律诊所 我们会在老师的指导下 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补偿提供法律援助 替他们打官司 还有小创诊所 专门为小微创业者们提供公司架构 股权分配等方面的法律咨询 在这里 培养国际视野不是问题 一百多个国际知名高校的交流项目摆在面前 选择才是问题 大三的时候 我申请去耶鲁的属校和莱顿大学的学习交换 深入研习了国际法课程 还参访了国外的司法机构和国际组织 今年七月 我申请去往联合国实习 真正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运作管理 让我非常期待 在港大半年的交换学习 使我开始建立起一种全球化的法律视角 第一九级师弟师妹更有福气 他们能在北大和港大各学习两年半 拿到两个学校的毕业证书 这种高水准的跨境联合培养模式 在内地高校法学院还是头一遭 一个法律人 你要知道 案件中那些名字不仅仅是代称 首先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法律人不能只是法律机器 而是要带着温度去审视种种不幸背后的原因 然后去努力改变他们 法律是依据规则治理社会的视野 事说但不用说 北大法学院的前生 北大法律们诞生以风雨飘摇的晚期莫名 在维新和革命的时代潮流中 增加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 法治 从这一时刻开始 法治的理念如同一股新风 吹变了中华大地 纳入到国家发展进步的行列之中 这里见证着中国法学的发端 也见证着中国法治事业 美不成长的艰辛和伟大 这里有北大法律人守护正义的生意 也有北大法律人一个又一个的英雄梦想 北大法学院欢迎每一个想在这里发光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苏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苏州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